一 二 三 打 天我和你 芬芳是为我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财有道 我现在是来到了山西省旅梁市的中阳县 白露前后天气转凉 中阳县的20万亩核桃到了丰收的季节 这里到底是怎样一番收获的景象呢 请您先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打核桃的快乐 一 二 三 打 千年古县 中阳县 隶属山西省旅梁市 这里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六 位居全省第二 在中阳一派葱龙的绿椅当中 分布着二十万亩优质核桃林 当地十万农民 人均两亩核桃 每逢中秋时间 琵琶作响的打核桃声 谱成中阳县最动听的一首风收曲 我打着半天我就一直不明白 这打核桃到底是打核桃呢 还是打树枝呢 打树枝呢 打到树枝上核桃才能掉下来 就是核桃外面那个青皮你要打就会把它打坏是吧 打得破裂了不好放了 对 所以说打核桃是要打树枝 你看电视机前的您可能吃过核桃 但未必像我这样有机会来打打核桃 但是我这个一边打就一边心疼 这树瘦得了吗 就跟孙悟空到了武装观一样 感觉要把人家的人参果树推倒 我这感觉要把这核桃树给打坏了 这样打影响树吗 只要打不及也不影响 他应该是把老树枝打掉 新树枝举出来 一打的话就能把老枝打掉 让它长新枝 对 新树枝就长出来了 你看 谁知道打个核桃还这么有讲究呢 镜头在跟着我 我瞎看 你看这一地的核桃呀 真的实在是太有那种丰收的感觉 一边打一边天边果子啪啪啪啪往下掉 内心就觉得这都是今年的收获 咱们这片核桃林是您的吗 不是 它是我们称呼老牙的 老牙 对 牙骇骇 每年核桃采收的季节 对于中阳县的农民来说 都像一个快乐的节日 酒居外地的亲人回来帮忙收核桃 忙完自家活迹的乡亲们也互相帮着搭把手 沟粮坡地上好像都流淌着温暖的香气 今天大家帮忙收核桃的这家主人 是中阳县暖泉镇暖泉村的阳海海 要说中阳核桃的发展 它可是经历了全城的见证者 给我剥一个尝尝呗 行 好不好 这用什么杂 不用杂 我能看看这是个什么吗 各位见没见过这个东西 像个小叉子一样 它其实是用来剥核桃的是吧 它是用八核桃子 去扔子的 去扔子 用这个去扔子 在这头 先挑开个口 挑开口 把这个一串 这简单了 去扔子的去扔子 家里要有个这个 还省得我用锤砸了 还影响邻居 真好看 你看这核桃上面还有 带着新鲜的核桃 还带着水呢 好看 鲜的核桃人多好看 你怎么这么苦啊 我皮扒了 还有一层皮是吗 对对 要把这个 我皮扒了 没 没直接吃过这种新鲜的核桃 不懂 看 这核桃外头 它还有一层 黄色的皮 要把这一层皮扒掉 试试的话 拔起皮了 干了就拔不起来了 试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层黄皮 看 剥掉了 直接吃这个白生生的样子 多好看啊 拿到手里头 就像白玉 像珊瑚一样这个颜色 嗯 这不苦啊 香 嗯 香 青田 你从哪一年开始种核桃的 我是从九六年开始种它 九 九 一九九六年 海市村干部的杨海海 率先响应县委县政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号召 种下了十棵核桃树 但当时更多的村民则抱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 他们不想种不敢种 老百姓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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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不了 为啥 以前去固化 摔这个头树摔不得成 它种下去要成熟要结合到要很多年是吗 意思是它这个周期太长 周期太长 太长啊 老百姓倒不倒 村看村户看户 农民要看村干部 大家把目光都聚焦在带头种植的村干部身上 这让杨海海倍感压力也越发努力 他跟着政府请来的技术专家学习 通过使用嫁接技术 摘下的十棵核桃苗 第二年春天就挂了果 这让杨海海喜出望外 到时候我到干部子了 我有老爸了 搞不 我同时就在那边想 这个头子来了 大喇了广播 我们家的核桃树结果了 对对对结果了 我们这么去做 家家户屋子 才种起来 才在开头 二十多年的发展下来 中阳县像杨海海这样的核桃种植库 从这小小的果实里 确确实实收获了财富 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打核桃呢 掉了好多 这树上结了几多呢 真的得清理草 别的核车了 买车了是吗 买了一辆什么车 小车 好车是吧 买了一辆好车 孩子结婚房是你们给干的 对 花了多少钱 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 那说你就拿出来了 可以啊 借靠核桃 就这个 这个钱基本上 就把孩子们一带一带 润了啊 咱们这漫山的核桃从种下去到现在应该说是过了好多年 对吧 能有这样的场景一定不是一日之后 对 我们中央的核桃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7年到2007年 这个阶段呢也可以说是大增值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2008年到2017年 我们又用了十年的功夫 进行了一个大的提升 从政策的保障 管户的技术 还有核桃的品质 也正是因为 有了核桃产业 做支撑 我们2017年 中央在山西是顺鲜的特品摘茂了 从2018年起啊 我们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就是荡产业阶段 我们正在完善全菜链条的各个环节 但同从田间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让核桃产业真正成为一个负名产业 正常年景 农民仍旧的核桃收入可达到一千块钱 采访中不少人还跟记者提到一个机构 中阳县经济林服务中心 这个部门的存在 让这里的很多农民 不仅仅从卖核桃当中挣到钱 更是让他们变身新型职业农民 吃上了技术饭 哇 杨大叔下来吧 我天哪 你这快六十了吧 这爬树蹭蹭就上去了 我这一转脸 这没注意 这就上去了 你看最早一批种核桃的人 现在你看这二十年过去 二十多年过去 这真的是六十岁了 当年三十多现在就五六十了 你这身子骨依然非常硬朗 而且其实我告诉你们 不光身子骨依然硬朗 技术比以前还好了呢 对不对 对 他们现在不是在咱们这里够服务 而且多威胁去够技术 每年组织 组织这些技术员 都威胁 从外面卸 也先紧赚钱 来 老杨 这我刚才听老王说 说你们都是要出去给别人修剪 搞技术 服务 然后能赚到钱是吗 赚到 小姐跟她说是在别月卸款 我们是第一个 来我们中央餐馆 餐馆也是和虚妄小姐 和我们的垂主上联系 垂主上和我们大招呼 和我们这么做主持人事 交过去了 交过去给他们服务 像他们这种服务费是怎么设备 他们是服务费 如果是在微信口服务吧 估计是媒体 这时候是200 一天200 一天200 对 又可以 就这一块的话 你去年有收入吗 有 收入多少钱 收入在学计是过六万多 技术服务这一块就挣了两万多 那您呢 一万多吧 也就是超年 就是一兆为少 扣技术吃饭的 哈哈哈哈 你看现在说 这个人说 我们现在是靠技术吃饭的 我们不仅仅靠种核桃 那这个 他们现在出 在把自己的管理后职位 嗯 千余时间出去 够技术服务 正在这里切 这不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吗 对 现在是新型职业农民 中央的第一批核桃种植户 搞起了品种改良 他们搞价街 卖街碎 又是一笔新的收入 不过 这核桃也分品种吗 我们平时吃核桃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核桃都差不多 但是 请镜头往下摇 你看 我眼前有五盘核桃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五盘核桃呀 都不一样 它是五个品种 咱们吃的时候 这谁也不管什么品种 拿起来就吃 但是看到这么多品种 我还是要问一下 这些品种分别都有自己的名字吗 对 它是不透的品种 这是什么 这个是鲁光 鲁光 这个呢 这个是钟灵 这个呢 这个是青虾 这个呢 这个是宝克虾 这个是礼品二号 你看 就是它拿起来 这样看看 这个是鲁光 这个是钟灵 您是怎么分出来的 实际上是多利的公主形成的 这工这种啊 装进出来的锦衣 就是从外形上 是能看出它不一样的 我也想说 它也有区别 有区别 每一个品种 它都有区别 好吧 不是小头 我一个外行人看起来 还是觉得都差不多 除了大小装有点不一样 那我想问 现在价值最高的 或者是市场最认可的是哪个品种 其实这个礼品而后 去年 已经的价格又卖到四四五块钱 去年我听说咱们普通的这个核桃 好像只卖到四五块 它能卖到十四五块 对 那它为什么价值那么高 你看 它一个是个儿大 这个是它的人儿白 人儿白 出人率 出人率和出油率都小大大 口感也 吃起来口感也好 咱们T字装上系 一直在T字装画的这个 油脂绿色核桃 油脂绿色核桃 对 油脂绿色核桃 大臭这个中央有机核桃品牌 所以说咱们这个核桃 价格又比未必的价格又贵 一到两块钱 即使是价格高 仍然卖得很好 对 价格高 卖得小到早 在暖泉镇的万亩核桃园 我们看到了中央核桃产业 给百姓带来的改变 他们从小小的致富果中 收获了财富也收获了自信 从种核桃变成买技术 卖两种 这些核桃种植户 在政府的引领帮助下 正在为争取定价权 成为市场的主导者而努力着 就在中央县绝大多数的核桃种植户 还在打核桃收核桃的时候 据说在金罗镇的熊熊山村 已经有一个农户开始卖干核桃了 而且还卖到了12块钱一斤的高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山西农业大学核桃试验示范站 你看我们来对地方了 你好 你好 您贵姓啊 是刘 刘银生 是吧 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卖干核桃了 这是自己量的吗 还是怎么样 自己量的干 这个还不干 这还不干 怎样才能最好呢 要七天晒鲜的干 要晒七天啊 对 那人家还都打着鲜核桃呢 你怎么就已经开始卖干核桃了呢 还有一个 我现在卖的只有这个 梨片二号可以卖 因为梨片二号成熟枣 成熟枣 你已经晾好了是吗 对 这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烘干 烘干楼 那你烘干还用在晾吗 那不是 那个 散量太大 这个 烘干不过来 那个能烘干一部分 对 哦 这个已经 那个前提就出来了 这个就进去 再进去 哦 你看 站前能看到它这一片的核桃 颜色都不一样 对 这个是深的 这边是浅的 这是为啥 为啥不一样呢 这个干的已经就快了 你看就花败了 这个就有些下午才 我明白了 这个是一天的 那个是 这个是一天的 这个是离一天不够 这是半天的 那个是一天的 这个呢 这个是三天的 哦 这已经三天了 核桃是越干 其的颜色就越淺 刘英生有一个烘香 这个烘干设备 是他的核桃能迅速上市的法宝 他为记者展示了 这个宝贝是如何把核桃迅速烘干的 哇哦 你看这个 它是一架一架都分好的 这里是靠那个风热是吗 热风 热风来把它烘干的 这个温度有四十多度 就是四十 四十 哦 那边四十八 四十八 整个里头绝绝就是四十多 平均就是四十度 平均就是四十度左右 对 那核桃难道不应该是 温度越高 它干的越快吗 不行 哦 温度太高把它蒸熟了 哦 温度太高 就把它蒸熟了 对 就要这个 相对来说是低温烘干 对 而且呢 在这个四度约市 就是 就要这个温度越低 喝了快干的时候 这个 越是新鲜的核桃 越是要用低温 到快干了 可以温度稍微高一点 对对对 因为它水分太大 对 看干啥呀 都有个诀窍 不知道这个诀窍 你可能弄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 这个这个以前就 你看这已经好了 嗯 它刚刚烘出来的 特别的脆 嗯 好吃好吃好吃 烘干的核桃 还不能马上装箱卖出 刘银生会把这些核桃挑选一遍 有一点瑕疵 也不会让它变成商品 因为对于老刘来说 品质关系着的 是他核桃的品牌 最后装箱卖出去 一定是要再用手再剪一遍的 对对 卖出去的保证都是好的 你现在有品牌吗 有 叫啥 叫熊熊山核 品牌 品牌就叫熊熊山 对 名字挺好听的 因为我就是把我们这个葱 带进去 要把村子带进去 由我们从台港出去 不仅仅是卖自己家的核桃 还要卖全村的核桃 呀 核桃皮真薄啊 刘英生原来是个泥瓦匠 回来种核桃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但是他凭着做什么都要钻研透的精神 迅速成为当地种植户里的佼佼者 还专门成立了熊熊山专业种植合作社 带领18户社员把中央核桃卖到了全国各地 来 大家会到我这儿来 来 我招呼的这些人 就是刚刚在这儿打核桃的人 全是咱们熊熊山的村民 他们也都是你合作社的社员 那你家里有多少亩 有九亩 九亩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估算过 如果不加入合作社的话 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不会集合 不会集合 就是主要还是技术上的问题 你们其实还是挺看重 他在前期技术上的指导和帮助的 那么合作社对咱们的销售有帮助吗 肯定有 有 品配的包招 销售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点的好处 合作社除了提供技术和销售上的帮助 刘英生还自费购买了一些生产工具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台核桃青皮脱皮机 现在正在做的是要把核桃的青皮去掉是吧 对 这专门有一个这个清皮的这个脱皮清洗机 对 一边上水 一边把它打碎 然后一边把核桃就洗出来了 大家可以来这儿看一下 这边出来的就已经是干净的核桃了 对对对 哦 哇 这个通过烘干以后就没问题 看这个特别的 直接可以通过烘干以后就可以直接上市场败了 对对 这好简单啊 我还以为那个青皮就得靠手包呢 对对 那个手包太费事了 这个青皮啊它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染色的作用 对对 把手伸出来给我们看看 对对 这手上的黑不是脏 就是那个青皮染色给染出来的 对对 是吧 对 所以有这样一个机器其实减轻了很大的人工 对 给社员的核桃免费脱青皮 让刘银生家里在收核桃的这些天忙得不可开交 把自己的技术用好 把大家的核桃卖好 让更多乡亲们因此受益 这是刘银生最看重的目标 也是中央核桃产业发展的目标 20万亩的核桃林能够像我们这样自如的来去一定得有条好路吧 乔师姐 对 小姐 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啊 这就叫核桃圆区路 核桃圆区路 像这种路面硬化 而且下了雨走起来也不泥泞的路是吧 对 我们修了600多公里 在所有的核桃圆区 可以说是四桶八达 咱们投入了多少钱 累积总投入1亿多吧 600多公里啊 在这样的核桃圆区里 你想想 几乎可以从太原到北京了 对 这样的路 对 除了路啊 我们还派桃修建了 就是圆区的汉井 一共就是四千多野 就是为了让核桃了 能够浇上保命水 我们认识一件事 核桃复明 生态立宪 二十多年蓝土不变 久久为公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算增长 算提升 核桃丰 核桃丰 在中央还可以品尝到 诸多鲜核桃制作成的美食 当地厨师潜心研究 力求把本地核桃的优良品质 通过不同的菜品展示出来 鲜桃是真的特别好吃 核桃不仅可以卖干果 卖鲜核桃或者是加工程菜品 它其实后头还可以延伸出更大的产业链 在当地就有这么一家企业在核桃上打起了重点 2007年中阳人袁金伟从矿业转型 投资建立了一家食品加工公司 他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看准了中阳县二十万亩核桃的产能 要做好核桃产业的最后一环深加工 而他的主要产品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核桃露 我一直觉得水果做成果汁我是能够理解的 它是把水果的汁榨出来可能掺一点水 那像核桃呀还有那些花生啊杏仁 它是怎么把一个干果做成饮料的呢 这个干果是我们有洗帮 核桃的外面那个海皮脱掉 脱掉以后又整个磨酱 磨酱就是用我们的山果一磨去来磨 完了九層磨再过 红果两豆一磨三豆俊正 完了我们就把它充进水配景去一块了 出来就是能量 目前圆经纬的核桃加工企业 每年仅核桃露产值就可达到1.6亿元 而核桃除了可以加工成核桃露 其实每一处都有着自己的价值 圆经纬的目标则是把这些可以开发的价值全部利用起来 您能跟我说说这都哪方面有用吗 这个核桃仁我们可以做成饮料 饮料 可以做成核桃仁罐头 它可以磨成核桃红 磨成核桃粉 葱条核桃 对 放到碳包里头 家里头用来清洁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是的 就像混合碳 那这 还有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还有东西 红心木 这叫什么 核桃里边这个架皮叫红心木 分心木 对 红心木 我第一次听说核桃里边这一层皮 这里边这个架皮叫红心木 叫分心木 对 它有啥用 就这个架皮 它有啥用 这完全在我眼里头 这完全没有用 它可以降三高 降三高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做成 做成叉 各种各样的叉 叉 可以泡叉和水 另外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核桃青皮 这个也 连这个都有用 这都是薄 这有啥用 这个我们已经把产品都把它演化出来 就是说染花树 从天然的这种染花树 拿它染头发 染头发 然后头发又还有了不少头皮 中阳县紧抓小核桃做好大文章 大力发展核桃加乡村旅游 加生态养殖 加绿色采摘 加精细加工等复合经济 让核桃产业从做大到做强 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 未来五年我们二十万亩核桃全面进入了盛工期 我们将围绕小核桃做好当产业 以核桃产业的枕下来奔一度乡村政行 让生态核桃成为负面核桃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在中央采访这几天 听到了一句话 叫树上有抓的 手里有花的 嘴里有夸的 由此可见 一个成功的产业一定会给当地百姓的生活 带来巨大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不仅仅体现在生活上 更多的是体现在他们的精神面貌上 农村富了 农民笑了 中央人民的生活丰收在往 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生财有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